復活後看到對面的在吃凱撒 我們就過來 躲在草叢 小青蛙過來要阻撓我們 從另外一邊看到盧蜜亞跟夜叉殘血 標記過去拉過去 瞎瞎瞎直接帶走兩顆頭 而我們的瑞克也順利拿掉凱撒 這個時候他也要衝過來開大刀 而我斷了他的大招就這樣子 我順利拿下三殺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喔 訂閱喔 大家好我是包子 今天啦我要來打排位賽 我現在的排位在柏金一四顆星 然後因為我有聖方MVP的嘉心卡 所以這一場我只要贏了 我就會直接上到星耀 我這一場我一定要贏 所以我一定要在這一場的排位賽中 拿下MVP以及勝利 我才有順利的辦法上到星耀去 這場我選擇打野 是因為我只要我的經濟夠高 以及我殺的人數夠多的話 我一定可以成為MVP 星耀你等著我吧 我馬上就來啦 現在呢我就要來選擇打野 要玩誰好呢 想來想去我覺得我還是來玩個 疏離好了 我覺得我在疏離方面應該也算是蠻厲害的 只是有時候就是對啊 手感不好蠻雷的 咻一下就直接來到我們的遊戲畫面 我們現在要對上的可是納克羅斯 我想疏離這方面應該會佔了比較大的優勢啦 我們一樣要先來刷野怪來等我們的小蘭在這邊轉圈圈轉圈圈 在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中路跟輔助已經在對面消耗對方 他們兩邊勢不兩立 這時候看到對面的打野跟下路的要來支援 我們的井還在塔內幹嘛 你在掛網嗎 好險我們這邊沒有白白的去送頭 不過因為我們打野需要先上到四等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希望他們不要白白的送頭 趕快把野怪刷完去支援他們 順利的吃掉小紅之後我們直接上到了四等 這邊看到小地圖可以看到上路的莫托斯 直接被二打一追著打 哇我們的莫托斯送掉了手殺 對不起我趕不過去幫忙 在這裡呢可以看到我們下路打的非常的激烈 在這邊我們就跟瑞克配合的不好 小兵還沒進去瑞克就直接衝進去對著青蛙開技能 這個時候中路的盧蜜亞也前來支援 井也順利拿下了第一顆人頭 這個時候我剩半條血我就太僥倖了 我想說我還有大招可以吸盧蜜亞的血 沒想到他直接把我暈到咪咪帽帽 害我只能回家泡溫泉 然後上路打的非常的激烈 莫托斯追著納克羅斯 直接被夜叉定住 加上薇菈 哇他還是順利的收掉頭了啊 吃完我方野怪之後 直接來敵方這邊開始刷野怪 莫托斯跟上來幫我一起吃 只是在這裡 沒想到夜叉竟然躲在草叢裡面埋伏 我就差一點死掉 好險我有大招加上莫托斯的配合 順利把夜叉帶走 吃完小紅想說順便把這隻小野怪也吃一吃 再去下路幫忙 只是沒想到害啊 直接開大 讓半條血的瑞克直接回家睡覺去 很可惜我還沒到的時候 井也已經死掉了 對面的打野一過來馬上就對著我開大招 我的大招要馬上開下去直接跟他換血 以為他要逃跑馬上切換二技能遠程攻擊 順利拿下第一顆人頭 這個時候我已經殘血了 維拉直接過來對著小青蛙開大招 暈他 YA 把小青蛙帶回家 呱呱呱 吃完魔龍直接靠中路 看到盧蜜亞只有一個人而已 我就順勢發起了進攻 對面的輔助直接隱身靠下路 我就看著盧蜜亞一個人 一技能瞬移出去用二技能疊加他 這個時候按回來吸血 小青蛙在旁邊輔助 我以為我可以開大招對著小青蛙 結果沒想到 差一點死掉 好險疏離的被動 他可以加速逃跑 就來野區這邊補一下我們的血 這個時候莫托斯請求集合 再打凱撒 想說吃完我們的小野怪 就來去支援他 吃完凱撒後 看到夜叉一個人在上路 我們兩個直接靠上 夜叉直接跑掉 吃完中路的兵線之後 發現全部的人都集中在中路 想說這個時候蹲個草叢 一技能瞬過去 沒想到對面的打野衝進來 盧蜜亞的大招加上亥牙的大招 好險亥牙有進來 我也有大招 不然的話我現在可能就已經回家了 他們真的配合的超好 好險莫托斯很有觀念 馬上過來支援 直接對著對面的打野一陣爆打 他們就死了 加上我們的瘋狂輸出 耶 我們這一場就拿下了勝利 也沒有拿下勝利 順利的推掉一座塔 地圖上可以看到盧蜜亞 這時候只有一個人 沒想到小青蛙過來打野的也在 好險我有大招加上普攻直接吸血 把對面的打野順利收掉 這時候想說要再進攻 沒想到我的血已經殘血 我又沒大招 對不起了莫托斯 你被綁住了 可是我一定要逃跑啊 想說這時候我的大招只剩12秒 沒想到盧蜜亞開大招 我直接被害啊打死愛啊 我做了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 在這裡呼籲大家 沒血一定要回家啊 不要在那邊僥倖 不然就會像我們一樣 送上個三顆頭啊 復活後刷完我們的野怪 想說順便把凱撒給吃掉 這個時候 竟然對面的打野在埋伏 直接青蛙進來對著我開技能 好險我們的莫托斯跟我們的維拉有跟上來 順利的把我們的凱撒吃掉 不然這一局差一點就要變逆風了 盧蜜亞就趕上來支援 大家知道為什麼夜叉的人頭會是在我身上嗎 因為這個時候這次凱撒 我已經標記到夜叉 在最後一刻的時候我把技能按回來 所以夜叉的人頭當然是會在我身上啦 我已經半殘血了 所以我就選擇用遠距離的攻擊來消耗盧蜜亞 順利的把盧蜜亞的人頭給拿下來了 也順便召喚我們的凱撒來上路推塔 吃完野怪看到我們的維拉被圍毆 想說要去幫忙 哇 結果來不及 維拉還是死掉了 這個時候小青蛙過來馬上順軸打一個撤退 看到瑞克要來支援 想說先不要打架 先消耗他們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媽媽叫你們不要打架 結果還是開始打起來啦 馬上過去支援 這個時候瑞克衝進去開技能 而我也順利把對面的輸出收掉 沒想到納克羅斯衝進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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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的 在這邊小說一下看到我們的凱撒剩下兩秒鐘 直接過去要吃凱撒 可能我跟莫托斯有心電感 與莫托斯也馬上過來幫我一起把凱撒給吃了 看到螢幕上有夜叉的人頭 莫托斯趕快過去阻止他們 而我也順利的把凱撒給吃掉 馬上上去支援 而我跟夜叉換血換不贏 開大招 復活一樣都沒有用 沒想到復活後 還被三個人包圍 那也這樣啊 我們現在比數來到21比21 不會吧 我這一場不會又上不了星耀了吧 好險我們的塔推的比他們的還要多 加油啊 趕快把那一座塔推掉 我們就有勝算了 復活後看到對面的再吃凱撒 我們就過來躲在草叢小青蛙過來要阻撓我們 從另外一邊看到盧蜜亞跟夜叉殘血 標記過去拉過去 嚇嚇嚇直接帶走兩顆頭 而我們的瑞克也順利拿掉凱撒 這個時候害羊衝過來開大招 而我斷了他的大招就這樣子 我順利拿下三殺 真的看著螢幕這樣子配音好激烈喔 趕快把我們的中路兵線清掉 而去推我們的中塔 耶好開心啊 這場應該可以順利的上星耀了吧 小兵還沒過來 我們的隊友都在扛塔 想說要去把小青蛙收掉 這個時候小青蛙自己出來送頭 唉他一定非常後悔走出來 他應該被隊友罵到不行了吧 耶好開心啊 唉打贏了 這下子就看我是不是MVP可以順利上到星耀了 可是我的輸出應該還不錯 應該是MVP吧 好緊張好緊張 我順利是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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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沒有MVP喔 欸 有啊 我還連三勝 欸 欸 原來我不要用加星卡 我就可以上到星耀了 欸 我還以為我要有加星卡 才可以上到星耀 好開心 在最後一個賽季可以上到星耀 還拿下MVP 啊 好感動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你們的小鈴鐺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 會有更多日常生活影片喔 各位各位各位 我們明年見啦 掰掰